这个男人是一只蜜蜂怪 他是蜂后手下的先前大将 随着女人发出指令 数一只蜜蜂瞬间倾巢出洞 如果不幸被咬上几口 想必死状一定会很难看 黑妹还不知道自己即将大获临头 就像是平常一样登车上班 可今天车内的氛围好似有点微妙 所有的乘客看起来都很不对劲 就在黑妹疑惑之时 一旁的小伙却突然从包里掏出了杀气 伴随着上头的音乐 所有人都沉浸在了舞蹈当中 司机见状很是无语 因为这群快闪族 没事就会将公车当中活动的场景 窝火的司机在倒战的瞬间 就立马停车将这群快闪族赶了下去 然而就在这时 司机却惊讶地发现一名女子 倒在了车厢当中 接到报案的尼克随即便赶到了现场 根据调查 死者是一名律所的知名律师 让他们摸不着头脑的是 他的死状十分恐怖 仿佛是浑身过敏的一样 好在面对着同时的盖棺定论 机智的尼克却发现了端倪 经过进一步的尸检 法医断定女人的死因是过敏性休克 查明过敏原为疯毒 但有明显刺伤痕迹 说明是有人将疯毒刺入死者体内 可令女人不解的是 死者体内的疯毒足足有50毫克 而一只蜜蜂仅含有0.1微克的剂量 这显然是无法解释的现象 为了找到凶手 尼克随即便将当初的快闪族 全部召唤到了警局 可通过挨个的盘问 尼克却并未得到任何的有用线索 而根据当时的站位推断 眼前的男人有着极大的犯案可能性 然而面对着缺乏的实质性证据 进程一度陷入了停滞 没曾想就在尼克提出 想要看一下当初的召集信息时 不曾想原本正常的男人 手臂竟突然发生了变异 而就在尼克借骨出去的间隙 他发现人群中还藏有一头密封管 两人就仿佛在交换着信息一般 尼克也更加笃定了自己的猜想 接着在与同事的跟踪下 他发现两人出门后 便静止地来到了一家废旧的造纸场 更为奇怪的是 突然出现的女人就仿佛在给两人下达指令一般 可由于被阻挡视野 两人却始终无法看清女人的真面目 更为诡异的是 一大群蜜蜂就突然涌现出来 两人吓得连忙朝后退去 看到如此恐怖的树然 稍有差池他们就将会隐恨当场 而就在蜜蜂发动袭击的间隙 三人已趁机逃得无影无踪 尼克意识到案件又与怪物有关 于是他立马拨打电话叫来了狼叔协助 因为几名嫌疑人已然逃脱 他自然无法使用常规的方式来追踪 面对着狼叔的极力反对 在美酒的诱惑下 狼叔凭借着过人的嗅觉 他很快就寻味来到了一处豪宅之中 随着深入的调查 尼克发现屋内到处都布满着蜜蜂的尸体 看来两人是来对了地方 很快 他们就发现了更加恐怖的阴影 映入两人眼帘蛋 是一个个悬在半空的超大风潮 尼克见状不敢失忆 立马叫来了警局的同事对此详细勘探 而这时两人才知晓 当初他们看到的那个女人 应该就是此处豪宅的持有者梅丽莎 她不仅是一家医药公司的创办人 并且还陷入了一场收购诉讼的官司中 而当初死去的女人 就是与梅丽莎作对的代表律师之一 就在两人刚理清案件 一个坏消息就再度传来 就在不远处的公园中 意外地再次发生了一场案件 而此次的死者 也是当初的代表律师之一 之前的诉讼案件中这样的律师有三个 不出所料的话 梅丽莎的下次杀害目标就已然确定 几人不敢迟疑立马找到了最后一名律师 可等看清女人的面容后 尼克却惊讶地发现 她竟然就是当初妄图杀害自己亲人的女人 可爱于工作的层面 尼克还是不得不选择对其进行保护 此时事件人员却传来消息 她发现两名死者的舌头上 都有着一个怪异的图案 尼克见状瞬间响起 根据百科全书上所写 女巫的舌头上都会有一个形丝月牙的印记 而蜜蜂怪与女巫则是天生的宿敌 即便女人目前是受保护的对象 可知道其真实身份的尼克 还是无法原谅她当初想要杀掉自己姑妈的行为 不曾想就在两人谈话之语 女王蜂就已带着随同追击而来 为了能杀掉自己的宿敌 女王蜂当即便派出亿万只蜜蜂 直冲冲地朝着女巫直逼而去 女巫见自己已被团团为主 吓得她立马朝楼下飞奔而去 想要逃离出这个鬼地方 等尼克紧随其后追到地下室 她却惊讶地发现此处进不满了蜜蜂 并且始作俑者的女王蜂也在此处 她解释自己是为了保护尼克 因此必须要把女巫除掉 趁尼克一头雾水 女王蜂直接一把抓住女巫 打算将其就地震满 碍于蜜蜂墙的存在 尼克只好远距离地观察起来 可事情的转机就发生于小黑的出现 眼看同事遭遇危险 随着飞舞的蜜蜂落地 女王蜂就这样现出了自己的生命 而远处的女巫则露出了一脸脚狭 尼克不知道此举将会引发何种蝴蝶效应 自己所做的决定 究竟是走向了美好 还是堕入了深渊 我们在你旁边 你很厉害 那是更重要的